YEAH 現在是來中山站附近 我跟阿倩他們一起搭車過來 我們分散開來 我們要買東西 欸 錄影人怎麼在這裡 機器卡沒插在裡面 傻眼 我要先幫我自己買一張機器卡 剛好這邊有法亞克啦 先去買一下機器卡 九樓有法亞克 就我一個人在這邊浪費時間 YEAH 結果因獲得福 雖然說 花錢要買到新的機器卡 但是 挑到禮物 一個是 這個音響 那這我另外一個覺得也不錯啦 提子機 想請問一下你覺得 哪個禮物抽到是覺得還不錯的嗎 哪個還女生 女生 女生換這個 好 喇叭 提子機不行是不是 你自己買 這樣不希望人家說什麼 沒關係 這比較搞笑 OK OK 好 這樣好 現在其實先買完來的一個蛋糕 那這裡為什麼特別要在這邊吃呢 感受一下中山這邊的氣息 順便呢 增加一點素材 好 增加一點素材 哎唷 你看看 這麼棒的棒蛋糕 而且啊 棒蛋糕很濕潤 專度也夠 喔 超多人的 準備要來 才能交換禮物啊 有點興奮 耶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現在呢 自我介紹 來 沒有 你要先示範 我看看你的自我介紹長怎麼樣 好 大家好 我是蔡哥 平常的話呢 喜歡運動 跟跑步 這樣子 換妳 我們是來聯誼的 沒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琪炫 我是姓小琪 因為我爸爸是日本人 爸爸台灣人 所以大部分人都叫我小琪 或是小七 姓炫是 爬山還有游泳 所以是這樣的 怎麼要講興趣啊 沒有沒有沒有興趣 要讓大家認識一下 因為有些頻道的人 第一次見到你們 欸 人漂亮很漂亮 但是想要更了解你 OK OK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元 興趣是 研究紫薇 啊 對對對 最近研究紫薇 懂數 我可以幫妳看 好 我要 妳喜歡跳舞 都在跳舞 這樣子 我是阿謝 我的興趣是這個 玩遊戲 收藏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那喜歡什麼類型的女孩子呢 臉漂亮的都行 哈哈 嗨 大家好 我是泱泱 熱鏡的興趣是 運動 然後 跑步 欸 平常的話呢 喜歡運動 跟跑步 怎麼直接抄我 她選我的 我剛剛先講的 沒有 我跑很久了 我抄妳的 好 我剛剛好是流氓 嗨 我的興趣是追劇 然後還有刷手機 很好 那再進抽身以前呢 有有有 大家有看了前面幾組交換禮物了嗎 好可怕 但沒關係 我也不是什麼省油的燈啊 我是蠟燭啊 我超好油的啊 趕快催醒 反正我後面有個小單元啊 大家聊天的時候呢 一直暴零到前面的事情啊 如果你會害怕的話呢 現在趕快先去看別的影片喔 就這樣 我要進行我一個經典的單元 我和妳的一個quarter 我們六個人呢 好好的聊天 聊15分鐘 她不會剪這樣子 好 剪熱肉 是不是在隨影片 我們也在隨影片 聊完之後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抽煎 會更有感覺 喔 好 開始 不想剪輯就說嘛 真的是 這是剛加入的環節 這是怎樣 想要跟妳們更了解 因為我們平常 聊天什麼的很少 那妳先 那妳來看個話題啊 妳需要喝酒嗎 對啊 是不用嗎 剛才沒酒 那妳們現在 妳現在玩到現在 交換禮物是什麼感覺 我覺得跟人家feature還蠻好玩的 這樣子 這樣子 呵呵呵呵 就是 因為大家都不會就是那個啊 就是很會做效果 就是很活潑的人 這樣子 對妳那個做很久耶 我那個 就是因為就是 因為 就是 她這個不會剪喔 她這個不會剪喔 她這個不會剪嗎 她這個會怎麼偷懶喔 對喔 真的喔 妳要好好講喔 蜜刀未剪 對 真的喔 最多幫妳逼逼逼而已 對 好 我覺得很好玩 反正因為我自己是MPT 我是Iron 對 這裡都E嗎 都E開 我是Iron 對 Iron舉手 蛤 真的假象 我不知道我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 他E他E他E 應該是E 你上次不是說你是INTP嗎 蛤你Iron 我忘記我是什麼人 好啦 對 好啦 反正就是那個 就是 在家裡面做那個 就想說 蠻療女的 喔 對對對 那妳怎麼會 怎麼會答應這個邀請 因為我 我就是今年因為出書的關係 然後我開始認識了很多YouTuber 然後我之前就是一直來拍頻道 都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就常常都一直被 不管是被公司 被經紀人啊 然後甚至被粉絲都要求說 為什麼妳都不跟別的YouTuber合作 因為我有聽說妳好像 其實也不太敢跟別人互動 對 我有一點蠻怕神的 我有一點社交障礙這樣 然後我就是 那雖然影片會怕嗎 為什麼 怕神 喔 見一下就慫了啦 哈哈 你還接 你還接 就是我一直來 我一直來都蠻怕神的 然後因為剛好前陣子 年底的時候 我一直在宣傳書 然後就開始有 上一些YouTuber的頻道 然後剛好認識到阿遠 然後阿遠就邀請我 我就答應 因為我一直來都 一直被敲完 然後一直說拜託我去跟別人合作 可是我是屬於那種 就真的比較不敢 我在演藝圈也算是邊緣人的那種 就我不是演藝圈就是 大家聚會 應該都不會看到我的那種 那妳們打開了嗎 因為這些合作 我有努力在讓自己打開 所以我很感謝阿遠邀請我 就讓我有一個機會可以 跨出這一步 然後真的開始 走出門 然後跟別的YouTuber認識 然後合作 拍片這樣 因為她一直說她很欣賞蔡依侯 所以我就想說 又變這一種 又變這一種了 所以之後我約到你 你要跟她講講 她剛剛在想問 真的 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 對所以我在想說 妳這樣剛剛眼色大變 妳知道嗎 沒有 我成心就懂了 好這樣子 對對對 好 那 他應該比較 我沒有關係 如果我兄弟這個幸福 我都是OK的 真的假的 反正你都要讓他喔 我讓阿 怎麼又變成這樣讓 你竟然因為他們有些小情趣 沒有 你剛剛 你剛剛已經 人家戴戒指還要那樣子 沒有關係 如果你喜歡 我可以再找另外一個櫃嘛 沒關係嘛 你竟然把我們之間的情誼當好 對 不是 我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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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緣分呢 如果他更適合你 當然讓他來阿 對 那我 如果你跟我緣分 那當然 我一定是100%付出嘛 那你遇到你喜歡你會讓 你會退讓 如果是你我會讓 哇賽 所以你比較喜歡蔡依侯 絕對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 男生之間的默契 是嗎 你會這樣嗎 你會讓阿 我會這樣 我想一下阿 可是就看誰先來阿 先來後到 像他剛剛已經求了 我就不可能過去阿 阿你哪知道搞不好他對你有一些 對啊 怎麼辦呢 愛情沒有對錯的蔡依侯 對啊 要自私一點對不對 對 主動出擊 那 你最近在忙啥 我不用 不用訪問我這15分鐘 留給真正值得的人 我剛剛以為過了很久了 現在還有十幾分鐘 真的要那麼久 你問該問的人阿 我們家都會聊天的 真的阿 沒有我也好奇問你阿 你最近都在忙啥阿 沒有最近就是在拍片阿 就一直在拍片阿 比較少出國阿 明天要出國阿 明天要出國阿 不是阿 我明天要去韓國 你不是說天氣冷不太敢去 他就想說就是這一波再拍一下阿 然後就是一月就不去了這樣 對阿 好啦我的不重要阿 那你問阿 你問阿 你們聊天阿 一樣 你在幹嘛 我最近 最近一樣工作運動 然後 你運動是真的一直有在持續做 會 我就是會習慣 那不動的話我會有點覺得自己巴胖 所以 已經會習慣成說 我會幾天然後就會想說我想要去運動 對 那如果男生約你一起去運動是可以的嗎 可以阿 可以約運動 可以約運動 欸你通常運動都一個人喔 欸我跑步其實常常一個人 對 其實跑步也比較適合運 因為你大家速度不一樣 對 對 對 但是我很會配合別人的速度 因為我現在速度算是蠻快的 所以我可以調黑 喔 OK 在某方面他快追得上你了 真的嗎 跑步應該是 跑步應該是 我現在跑步算還不錯 跑步追得上 跑步算蠻有心中 會不會變成我要追你 欸 欸 是不是 本身現在男孩子條件也是越變越好喔 喔 喔 誰追誰那現在是不太一定的 唉唷 唉唷 我的媽娘 好這樣子 有夢最美 所以就有運動 然後最近的話 其實有在想說明年應該要做什麼 大家會煩惱嗎 就是可能明年度會想說自己應該完成什麼計畫 我最近在煩惱這件事情 喔 妳知道我就是每年年初會寫那種就是妳的今年計畫 其實我最一開始不會 可是我覺得過幾年之後會發現說 好像做這件事情會讓自己更有目標性 嗯 就是會覺得說 欸我原來去年有達成什麼 就是如果沒有記錄下來的話 會有點不記得 嗯 就是可以當做記錄的一個方式 嗯 所以我就覺得開始會想說 欸那明年是不是要完成什麼事情 那後來發言想一想說 從番王是沒有什麼志向的人 就是會有點想不到 我可能只是會想說 可能去年就想說 有點想要試試看發一張單曲 嗯 就是可能一個屬於自己的歌 有點像一個里程碑 所以就會覺得說 然後那 今年完成了 那明年呢 就會開始有這個想法 大家會想說 譬如說明年想要幹嘛吧 蔡哥呢 我也是且戰且走心的 我也是今年到年終的時候 反正說 啊不然我 來弄個腹肌 長一個腹肌 看是什麼樣子 喔 我也是都是這種 欸那有了嗎 欸 嗯 可以漏了嗎 現在是還不能公開 不能公開 七七八八的啦 你應該有機會吧 你應該有機會 他跟我是有個賭約的 真的假的 他跟我有個賭約的 他如果在年底沒有長出來 他要送我們一張機票 哇 我也想要參與這個計畫 欸剛剛流氓送你一張 沒有因為 如果又是早期的話 我會很有自信 現在快到了 現在還是很傳奇的狀態嗎 還差一點點 有一些 有一些小河道出來 但是還沒有到那個 深刻的那個痕 喔 那如果你們想要聊運動 我改天可以跟大家 談談何談 最近對那個補充蛋白質啊 還有運動這方面 很有興趣 認真的嗎 認真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那個便衣商店可以吃什麼 然後蛋白質很高 熱量又低 欸但我好奇 你這樣子有減幾公斤 你會算這個還是不會 減幾公斤 你應該有十幾公斤 哇 好多喔 因為我有朋友就收到很多 好多 好私下的回答 好多喔 然後 因為他是那種幾百年 就是不太會特別聯絡的朋友 但他突然Line我 然後他Line我就是 Line一張蔡哥的合照 我想說 怎麼會Line我蔡哥的合照 這是好朋友欸 然後他Line我說 欸 蔡哥送好多變帥了 我想說 為什麼要回家 跟你說 跟你說那行情已經是怎麼那麼一樣啊 為什麼要跟我講 哇他就會更有動力了 那你知道什麼時候 你在那邊東看看西看看 的時候 旁邊有個天山雪蓮啊 但是發這個訊息的朋友是男生 是男生 這男生不錯 這男生不錯 那 那你要問誰嗎 沒有我們就是聊天啊 那問一下大家明年的計畫好了 明年的計畫 你也是每天 怎樣 一天做下一個 有沒有欸 你有時候一個月前 你都決定好什麼時候要出國了 你也算是有提前規劃的人 可是我不會就是像楊楊剛剛講的 就是我年初我要先規劃說 我一整年要幹嘛 因為我覺得我很怕我做不到會有壓力 喔 對 但是你會提前一個月 先想好你要做什麼 會會會 因為我發現你有一個事情很酷就是 你會先把身壓下去 不管那時候多忙你先壓 然後 我都會很怕說 我如果先壓 我到時候又要改時間又要改時間 所以我就乾脆且戰且走 這樣子 可是如果像是就跟你們這種拍片 一群人的我一定要先壓時間啊 不然的話 我怕大家沒辦法 對啊 尤其是年底就是大家很忙 但我有在想說那個明年年初 就是要拍那個過年企畫 喔 再找大家一起 對 那 那 那我還是蠻好奇 忙 那時候在被問的時候 有想很久嗎 就是被他問的時候 你有想很久嗎 我就是沒有耶 那時候就真的覺得就是 聽到就馬上想來 我會覺得就是怎麼講 因為 可是他可能找很多你不認識的人 可是他就馬上跟我說 有我認識的啊 就是那種會就是 黏在我認識的人旁 就是旁邊這樣子 就會有認識的就好 因為就是全部都不認識 我就會很緊張 因為我也是內耗 請問在場的人會有內耗的問題嗎 你也會嗎 我一定會耶 什麼是內耗 就是自我消耗自己的一些精氣神 對就是會 就是你有時候會內心就是會 就是很多 就是 比方說你要去 從A要到B這個地方 然後你中間就是 明明就是你就是平常的話 就是走路15分鐘 可是你會在中間 就先花20分鐘想 我要去嗎 你覺得去的話 會不會不好 大家會不會希望 就想很多 浪費了很多問題 如果是這種的話 我有一點點 之前他們約我出國 我說不要出國好麻煩啊 如果要出國就一定要拍片 不然就會很不划算什麼 然後就想很多 但是每次去的時候 就啊好險有來 好爽好爽這樣子 對對對 我有時候也會這樣 然後對 如果說明年的計畫 我希望就明年就是少一點內耗這樣 就是先從就是調整這個地方開始 很棒 很棒 其實你真的是蠻棒的 什麼 我覺得你也挺棒的 沒有 因為我認識盲 就很早以前就認識啊 然後我們是私底下會聊天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 我跟他相處的時候 其實是很開心快樂的 等一下 蔡哥跟誰私底下沒聊天 對 哇 哇 沒有 沒有 我之前是因為跟盲 請教一些星座上的問題 我們對星座蠻了解的 對啊 那什麼跟廁所座 對也是跟什麼 我不太知道什麼跟廁所座合 可是他一直在問我 想說水瓶座的事情 水瓶座 喂 在世界上好幾億人都水瓶座啊 對啊 對啊 阿姐啦 我想說 我幫阿姐問說 欸阿姐那個新的品牌 對啊 那麼帥 所以你跟阿姐不合是不是 欸 沒有 想問說能不能更好 幫他就是問他後面的運勢 對啊 好喜歡他的新品牌 對 新新品牌 那他會問你紫薇嗎 欸 因為我跟他很少就是私訊聊天 但是我其實就是一直超想知道他的紫薇 他的命工作 你應該很常在算命吧 我嗎 我後來發現就是那個 算命老師 他就是跟我說就是不要再算了這樣子 他就是對 我後來不太相信算命 因為算命很早以前就在預言說 2023會是你的大爆年這樣 另外一個程度的大爆 另外一個爆 真的假的 我剛才說2023是大號年 然後又說 怎樣 不敢接是不是 也不錯啦 緊張 也不錯啦 欸是真的有大爆 真的有大爆欸 真的有大爆欸 我就聽你想聽的 因為那些 然後我一直很期待2023年來 說什麼驚奇在等我 哇 太大的驚奇了 大驚奇 也不錯啦 對 算是一個reset 對 也不錯 也不錯 趕快接喔 那蔡哥 蔡哥有沒有問紫薇 紫薇 有 他問了很多嗎 他問什麼 不是他問我的同時都是在對應說 看有沒有像是泱泱的歌詞 欸 他因為 什麼意思 所以我可以認證啦 什麼意思 他都在旁邊啊 他一直說我的命盤 是他算過最好的一個人 真的嗎 他一直說 我以為他這個人就是完全不需要工作 什麼都不用做 然後就會自然就是會有很多會員 只要一直出門就好 真的耶 他說我只要一直出門 他這樣的人很好啊 然後其實他的命也蠻好的 他的命是本來就已經有很多祖產了 所以基本上也是躺著 田摘工很好吃 對 祖先有這個 祖先有命 我還是有小小的有蒜頭 那我問一個問題 所以你的命功是兩顆雙星 還是你是單一顆星啊 我應該是雙星耶 所以 可是 天童組 是天童組 我們真的不會解 你要越問越細 這個太多 這個都要解 我應該有雙星 但是一個是為主 對 一個為主 好 那我知道哪一個了 那你們現在有都比較放鬆嗎 整個狀態 有啊 就是弄了一整天這樣子 有拍到自己想要拍的畫面那些的嗎 還沒有 大家可以晚一點陪我一下想 想要拍的 想要拍的 那我問一個問題 我等一下結束後 我想要拍一個real 是很簡單的 又是跳舞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這種跟我不一樣的問題 是不是 不是跳舞是不是 不是跳舞 很簡單的 好啊 是太難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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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妳說 妳跨年要去哪裡 那妳是要快跨年了 妳在幹嘛啊 我都還想到跨年啊 我目前真的沒有約耶 真的假的 聖誕節都沒有約 你們不要看我這樣 我其實是一個很邊緣的人 就是 沒有什麼 就是我都是 突然有人約我就會去 但是我不會行前規劃 像我現在聖誕節要幹嘛 快點要幹嘛都不知道 就是很突然這樣 平常就只有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來了 大家全部人都放鬆大家的心態了 來 來 我們現在來抽 直接結束了 直接結束了齁 台灣夜市小吃 泰哥你的禮物多好 我的禮物我覺得蠻實用的啦 主要是夠硬 今天有歹徒來 你用那個打他 他覺得會受傷 因為我本來想說 有一個蠻不錯的 但是我剛剛看了蠻多禮物 我覺得算中下 不敢誇口 不敢誇口了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個一個喊 一條線的人呢 就OK了 好 那線先開始 湊豆腐 湊豆腐 有 小上海鹹酥雞 有鹹酥雞 好啦好啦 這誰可以啊 湯圓 湯圓 湯圓是什麼湯圓 你這是什麼系列 湯圓啊 冰火湯圓 冰火湯圓 童話街冰火湯圓 好啦好啦 那個是四方 青肉瓜絲 有 樂華夜市 好樂華市 韓葫蘆 有 有 有 紅阿菌 喔 有 各位我要 再一個 哇你今天 再一個 連線 哪一個 滷味滷味 連線了 烤玉米 哇 這會連線了耶 光頭 光頭 而且我們拍太大聲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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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投飾 飾 飾 飲 飲味 味道 道光 啊 啊 開起來贏了 贏了妳先選 蛤我們選不是妳分 我們哪 欸有一個很不適合妳們兩個 蛤 真的喔 剪刀石頭布 哈哈哈 好盲贏 直接盲挑 盲挑 盲挑 這個好了 你要這個 我們要給妳眼神 好 那我要這個 那旋先開這個 欸這個蠻小的 這很重耶 不會是 磚頭嗎 算 鑽頭上面貼兩千塊這樣 這麼重的東西 來 音箱 來 我家剛好沒有音箱 真的假的 謝謝 而且我今天挑禮物的時候 才在跟我進去講說 我說送音箱 是自己會捨不得買 但收到會開設 它好像是新的一代 續航比較好 到處用 很像一本書還是什麼 你們兩個今天真的有交換禮物到 對啊 是不是兩個 我已經是自己抓到 好 很好耶 可以量體齒的體重計 我家的剛好壞掉 剛好壞掉 這麼剛好 真的 我謝謝你幫我做這個 講說你剛好壞掉 我剛好擔心你知道嗎 我回家拍壞掉的那一台畫面 一定要拍給我看 只有我很喜歡 你一直鋪成 我一直以為你是送的 不是你們前面那個真的太可怕了 大家等一下呢 要去看他們的影片 他們送的東西都很可怕 真的都太讚 喜歡 成功 下次再見 聖誕節快樂 等一下喔 先不要按喔 因為今天剛好想要幫你們慶祝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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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 那個ね 著急 阿 讚讚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